前貴州書記被捕 全是湖北省長王曉東揭發 歡迎收聽《紳士國庭新聞》 近日中共湖北前省長王曉東轉到政協任閒職 有報導指 王曉東的仕途 全教前貴州省委書記劉芳仁一路提拔 升到副省部級 而劉芳仁最終因江澤民而失勢 成為街下籌 據說當時劉芳仁的告密者 其中一人就是其貼身秘書王曉東 今年5月7日 王曉東辭去湖北省長職務 6月王曉東轉任中國全國政協 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副主任 在2019年12月 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後 因中共瞞報和遲報疫情 導致疫情迅速擴散全球 前湖北省長王曉東 與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因處理疫情不力 引發民間怒火 要求他們下台的聲音洶湧 現年61歲的王曉東 此次轉任中共政協任閒職 被認為以軟著陸 公開資料顯示 王曉東先後在江西 貴州 湖北三地任職 2011年 王曉東任湖北省 政府黨組副書記 遲年任副省長等職 2016年4月起 先後任湖北省委副書記 省委政法委書記 副省長 2017年1月 王曉東任湖北省長 此前 王曉東的仕途一路高升 被認為與前中共前高官 劉芳人有關係 海外自由亞洲電台 特約評論員高新 6月29日的分析文章表示 當時 王曉東在中共政壇上的法績之初 還真是靠背景 但這個背景 只是他長年擔任秘書工作期間 被事後得倍感舒服的首長 文章指 當時 王曉東被時任江西省委副書記 劉芳人看眾 從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 調至省委辦公廳 成為劉的專職秘書 之後王曉東試圖順遂 劉芳人1993年6月 轉任貴州省委書記 文章指 劉芳人任貴州書記4個月後 又將王曉東從江西調例 一年後 王曉東以貴州省委副秘書長身份 任劉芳人的專職秘書 文章稱 王曉東不將劉芳人叫劉書記 而是虛調性 只稱首長 首長長、首長短的一面微態 那毫無疑問是 事後首長有功 王曉東很快升任省委秘書長 進入省委常委 享受副省級部待遇 文章指 將自己在江西和貴州官場上 最信任的政治知己 王曉東的副省級安排妥貼後 才過了一個月時間 在2001年1月 當時尚未滿64歲的劉芳人 便被宣佈免職 2004年6月 劉芳人因受賄罪 被判無期徒刑 現關押在北京巡城監獄 上述文章稱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 還是江澤民 曾有外界報道說 劉芳人失勢於江澤民 是因為他依仗鄧小平的支持 而之所以有鄧小平為靠山 這個因為鄧小平 在文革下放到江西工廠勞改時 劉芳人對鄧小平的一家很照顧 鄧復出後 對劉芳人多有提拔和關照 劉芳人因此冠魂幸痛 1993年 鄧小平徵詢過胡錦濤的意見後 將劉芳人由江西省政協主席 提拔到貴州當省委書記 但江澤民始終認為 劉芳人是鄧胡的人 不為己用 再加上江對胡接班時間迫近 越發不安 所以 最終通過查處劉芳人的得力下屬 袁貴州交通廳廳長盧曼里 袁貴州副省長劉長貴 實現了打倒劉芳人的目的 文章透露 身陷凌遇的盧曼里 為了立功贖罪檢舉了劉芳人 而導致劉芳人最終落得個 無期徒刑下場的主要揭發人 除了盧曼里 就為一直被他視為最可靠的政治知己 曾長年在他身邊工作 而已經被他提拔到副省部級的王曉東 同時 王曉東還向中共中紀委 揭發了劉芳人的另一宗罪案 當時中紀委調查結果稱 王曉東沒有恥住省委書記秘書的身份和地位 為個人獲取不當經濟利益 而且還勇於揭發自己的老領導 文章最後稱 這就是為何劉芳人下獄後 長年在他身邊工作的王曉東 不但沒有遭受政治株廉 反而還繼續坐穩了 他的貴州省委常委的位置 在劉芳人被送進巡城監獄 即在被升遷的原因 此外 目前調任閒職的王曉東 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列入追查名單 據追查報告顯示 2016年8月份 湖北省610辦公室 指揮各市縣港電局 和街道辦事處 鄉鎮村委會 在全省縣鎮村廣泛報線安裝小喇叭 主要是在人口密集的小區 行人多個交通要渡後 利用湖北省廣播電視台 楚天交通廣播電台 持續播放誤滅誹謗法輪功始創人 和法輪功的廣播 其中有天安門自焚謊言 和兩個栽贓的自編示例 同時湖北省610辦公室 還利用剪板、宣傳冊、宣傳欄、承諾卡、電視 報紙等宣傳形式 大視編造謊言 對法輪功進行誣衊和誹謗 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情緒 追查報告指 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 省政法委書記王曉冬 是涉案主要責任單位 和責任人之一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